疫情還在延燒 花蓮縣府才宣布 將發放給零到兩歲 孩童 也就是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五 到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十四 出生的孩童 每人兩劑唾液快篩劑 共準備六千七百組 但是卻被民眾發現 這些快篩並沒有獲得 衛福部專案輸出許可 民眾認為那何必再多此一舉 送出去的快篩結果卻不算數 因為沒有在緊急使用授權核准名單之內 就算驗出了陽性也無法視同確診 縣府表示這批快篩 的確沒有獲得國內EUA 但通過了歐盟認證 如果快篩陽可找醫師診斷 如果假設你的尾號是陽性 但小孩子驗出來是陰性 我覺得你還是要到醫院 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目前台灣並沒有兩歲以下 孩子可以使用的快篩試劑 企業捐贈的這款唾液快篩 使用簡單 不用伸入喉嚨 只要像棒棒糖一樣 放在舌頭上左右攪動 就能看到結果 家長還是能作為參考 拿快篩陽再到醫療院所 由醫生做進一步的判斷 記者劉己嬌花蓮採訪報導